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取出显微镜 这是使用说明处 将显微镜主机从此处拿起 拿出液晶显示屏 从中间取出 然后将液晶显示屏卡在这个位置临紧 将液晶屏的电源和视频线插入仪器背面 取出吻压电源 将吻压电源插入仪器的插孔 另外一头插入插座 取出相摆以后 显示屏 夜间显示屏 数码头 光源指示灯 显微镜左右两边 显微镜的粗微条 这是粗条手轮 微条手轮 双屏平台 这是前后左右移动的 前后移动手轮 这是左右移动手轮 显微镜的这个电源指示灯 第一个开关 叶金屏的第一个开关 就有IV状态 表示可以正常工作 按第二个可以切换到VGA VGA就无信号 我们要切换到IV状态 才可以正常工作 第三个按钮为颜色调节按钮 出厂时已经设置好 移动此处可将显示屏 可以做左右移动 移动好位置以后要拧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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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2V的吻压电源 一般要求12V 1.5A以上均可 这只是香柏油 可以用完了 可以用色拉油代替 下面主要讲醒物精的操作部分 首先将香柏油用牙签 低一点放在甲壁上面 均匀地抹在甲壁上面 将抹油的位置 对准光云正下方 左手放松 调醒物精的粗微调 到粗调部分 使醒物精上下移动 找准焦距 一般调节 我们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先调上下 找到边调边看屏幕 找到有图像位置 就可以 然后再调醒物精的 平台的前后左右移动部分 找血管 当找到血管以后 反过头再调醒物精的微调部分 使之对准焦距 找到最清晰的状态即可 此时血管可以左右移动 移动时血管可能不在焦距上面 要反复调节醒物精的微调部分 对准焦距 即可找到清晰的图像 用完以后 直接拔出电源 取出 热键写视频 我们这样在装箱子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将液晶显示屏轻轻地从中取出来 放在原来的位置 将线放在上面 轻轻嵌入进去 将显微镜的粗条调到最低状态 调不动维持 然后抓住中筋部位 轻轻放入铝箱当中 将电源收起 电源的线 线这头也要朝在上面 相摆油放入 此时显微镜操作不妨 就将写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有一個輸入汁從輸入汁出來的 血管不管從左到右 有一方肯定是進,應該是粗 進去的地方我們叫為輸入汁 輸入汁出來的地方我們叫輸出汁 上面這個地方我們叫判定 這個血管我們促成為,促成為叫管判 血管的管,一字旁加一個半 就像過去你同時穿的中裝衣服上面有判 我們叫判定,判定這個意思,管判 這個就叫一個管判 上面這個位置我們叫判定 一個血管就主要有幾個部分,三個部分 輸入汁,輸出汁跟判定 它的比例是什麼呢?比例是1比1.3 血管啊,輸入汁跟輸出汁啊,進去的地方細一點 比例是1比1.3 輸出汁稍微大一點,但是用肉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們以後在觀察這個血管的時候啊 你們注意看啊,進去的地方肯定是細的 出來這一方肯定是粗的,有的是相當於比例是條 有的很粗很粗,一眼就看出來了 但是正常人的血管,標準的血管管判定是1比1.3 就是輸入汁跟輸出汁,應該沒有什麼區別的 稍微綠裂出汁一點點,肉也是看不出來的 血涼的時候呢,應該是很清晰的就是一種黑顏色的東西 很光滑,管壁裡頭呢也沒有什麼毛燒的感覺 就是很標準的血管,就是很比直 當然這種血管有很多 我們所看的這個微循環呢,以看甲壁為第一排的血管 不要看後面,後面的血管很多 隨著手指往下移下,變得很短小了 很短小,很短小 我們所看的,所發生的事情,第一排的血管沒準 第一排,後面標管 這就是這個正常的血管管範的形狀 就是因為筆直的,排列很有趣的 輸入汁跟輸出汁比例不是很失調的 就是光滑的營養素的東西 這叫正常的微循環的管範 八十根左右 就是一根手指,畫個圖形啊 指甲 從左到右,這就是血管 正常人應該有多少根呢? 應該有七十到八十根左右 有時候甚至還多一點 這個為標準 也就是說我們在一個視頻圖像上面看 就在一個屏幕上面看 一個屏幕上面看 這是一個屏幕啊 這就是一個屏幕 這個血管 我們最好看了大概到七到八根左右 沒正常 七到八根就相當於人的體溫一樣 結果人的好不好 血管正常不正常 首先第一個看到的數量 我們現在所講的是什麼 觀察了以三態觀察 這個不管地方派還是這個軍隊派 這個界點是統一的 叫三態觀察的血管 三種狀態的觀察 我們所講的第一種狀態觀察 就是數量 現在我們去講數量 數量是我講的 一個人的這個正常的血管 七十根到八十根左右 終於倒一 一個電視機的屏幕出來 標準為七根 就像人體的體溫一樣的 你今天身體怎麼樣 發不發燒 人的正常體溫 一般都是在三十七度左右 就為正常 就當於血管 七根左右給屏幕上面看出來 如果一根手指頭放上去 以後一看 就有三四根 那就第一點 首先這個人就不是很正常 血管的數量就不會大到正常 首先觀察第一個就是數量 第二個 我們所看的形狀 管形 形狀就是剛剛我所講的 就是以那種很筆直的 排列很有趣的 發甲型的形狀 為正常的 就像其中一樣的 如果每根血管像這樣 那就是為正常的 不正常的就很多了 交叉麻花狀的 鱼勾狀的 這個這個 鹿角狀的 等等等等 那就是什麼 管形的異常 如果這個管形裡頭出現 這個七根裡頭如果有兩根到三根 那也有一點扭曲 那我們還是為正常 那我們還是為正常 因為什麼 我們看百分比 如果六根左右 按百分比 百分之七十 如果都是這種好的 這個人體基本上還算正常 如果超出大部分都一樣 那就是異常 像這個人體的這個 衛星王飛機裡頭呢 它有分幾種 一種呢叫正常 一種呢叫輕度異常 就是輕度的 還有一種叫中度異常 我寫一下啊 第一種最好的就是正常 第二種就是輕度異常 這呢就是 發生剛剛發生扭曲 輕度異常 然後你分成中 中度 中度異常 最後一種就是重度異常 那就是不是很正常啊 這種血管呢 數量又少 這個管形便移得太離開了 這種人一般很少啊 但是呢也一般都是什麼 中度異常比較多 中國人的身體健康 看我們都通過觀察一下 這個微循環 有時候跟人的指紋一樣 一百個人 一百個人的血管都不一樣 它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標準的 什麼你接根位置 接根那個位置 什麼不一樣一樣的 不可能的啊 所以說呢 就是看的時候呢 我們以百分比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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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來看 看它的大多數 第一個就看到這個 這個數量 檢查它的數量 人坐下來也看 數量實現過關了 我們再往下看 就看到這個形狀 第三個 我們就看到這個流數 分的要是看細點呢 有七種的流數 第一種 叫線 這是很好的這個血管 就是看不到裡頭 這個血管裡頭 顆粒的 就是一個黑野色的東西 在這裡流 很清晰的 是最好的一種 第二種呢 叫線粒 中間裡頭 有可能有點像 沙子一樣的顆粒感 叫線粒 第三種呢 叫線粒 是以一種為主 前兩種 屬於正常 喝麵這種 就屬於不正常 但屬於輕度的 第四種 粒流 整個都是顆粒的 看起來像沙子一樣 第四種 粒流 第五種是 粒緩流 對 就是 又是粒流 而且折得很慢 粒緩流 折到這邊 像一個停頓 它不走到 像剛剛那個血管啊 不是像這個 這種血管嗎 它流速折的折的折的折 折的折的折 折的時候 判停啊 它走不過去了 停到那個地方 停了個幾秒鐘 或者零點幾秒鐘 或者甚至有時候幾秒鐘 时间更长一点 然后继续走 这叫做什么 利缓瘤 这种血管的人多数就是什么呢 像心脏发生不好的人 有前击症状了 你问他有没有这个 什么什么心脏什么病史 他如果说没有 那就跟他讲 注意这个方面 因为同时他们也看出来 你的心脏有不好的 这个不好的方式 确实在发展了 这就是利缓瘤 第六种呢 叫利摆瘤 摆动的摆 利摆瘤是什么呢 就是走到盼瘤的时候 血走到很慢的时候 他往回走 来回摆动 走到这个地方以后 他过不过去 他又不停 他倒流 倒流以后 一点点以后 就像汽车上坡一样 走到这个地方以后 停下来以后 走不过去倒流 然后继续下把劲 他又过来了 这种叫利摆瘤 这种血管多数就是 心脏上去肯定有保险 关心病症等等 病史等等 几乎都有这种症状 叫利摆瘤 第七种 叫停翅 这个解释就是什么 就是生命即将终结的人 他流血的速度 为停翅 这种人一般我们很少看见了 现在上面给你检查的人 都基本上都还好 书面这么解释 就是七种 流书上面七种解释 这个七种解释 就要靠你们平常在 这个临床的时候 观察的时候 自己掌摩一下 什么为血流 什么为血力流 利线瘤 利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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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瘤等等 这是平常的系统 是由大家认识的 所以找到这个理论以后 参照这个血管 自己再辨认一下 除了这个三种观察以后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血管周边的一种观察 血管周边的观察也很重要 血管周边观察也很重要 这个也很重要 这能取决于人身体的好多当时情况的一种这个发生 能给大家指出来 一个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的一个圆弧放大的 其实有好多血管 刚才注意了吧 真的看到了 是吧 看到好多血管 这是甲腹 对吧 在这个上方啊 有一个白颜色的一个波浪状的东西 马上你们给大家看一下 注意一下 一个像三细状 曲弗状 有人讲像锯齿状 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就是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一种 目前为止的 身体的一种 这个免疫系统的一种观察 免疫系统啊 好不好 锯齿状越接 说明这个人现在越好 如果这个人很平坦 很光的话 说明现在这个人的免疫系统 就相当长 就是一定要看到 有肩虹状 锯齿状的东西 越突出越好 别的人很肩 别的人啊 就是很平坦 很平滑 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有了这个锯齿状 一直是锯齿状 不一样的 你今天如果不注意身体 你今天现在很好 晚上你熬夜 加班加一夜 很辛苦的 你明天看你这个东西 可能也可能有变化 血管都有变化 这个微循环 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变化 它不是说是一概而论的 你今天四个小时做 以后 你现在什么圣经 四个小时做以后 完全能和我能改变 不可能达到你前面的东西 都可能 如果你要不注意身体的话 都可能产生变化 就我们讲的就是经验如何 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 这个疲劳汉性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这个疲劳汉性我们所讲的就是什么 这是睡眠的质量 第三个我们所讲的就是血管周围的处区 肾血 这个肾血啊 它不是像让这个什么血管破裂以后 什么臭血 不是这么讲的 肾血是什么 就是血管 我们大家都知道 血管有弹性的 就是会收缩的 血管呢 这个人如果这个血质不是很好 身体垃圾很多 这个现在这个里头的杂质 有异味的很多以后 现在被好多防径红 什么人体的第六条 改善人体血液 清晰啊 什么清除你的这个血里头 脏东西 垃圾啊 就是这个血因为 有了这个血脏血不好以后 这个血管里头 杂质很多以后 就像我前面讲的 这个流书上面讲的 什么力流啊 或者力缓流 流的慢了以后 它这个东西 杂质多年 它就流的慢 慢了一个怎么办呢 血管就扩脏 它要走啊 因为人有血压 血压它要有缺身运动 它要走啊 走了以后怎么办 它走不动 走不动怎么办 就像交通一样的 这个路堵了以后怎么办 它往里头扩 车子到夺子走 把血管就崩开了 这个血管呢 是应该有弹性的 就是长时间应该 撕到回弹 伸缩的 这个血 杂质多了以后 这个血管崩了以后 长时间得不到休息 一直在扩张状态以后 这个血管长时间以后 它就会变脆 变硬 要讲 苏天讲的什么血管硬化 好多血管硬化 就这个道理 硬化了以后 这个血管出于长时间的 紧张状态以后 这个血管就很脆 脆了以后就什么呢 如果再碰到血压 再高一点 这个时候在 心情的激动啊 什么等等 很多负重反应以后 照着血管轻微的泼裂 泼裂以后 它不是像说 讲的什么 一下炸掉了 崩掉了 不是这么讲 这血管这上面 就是管壁上面 就有很多这个小 细微的缺口 缺口以后 慢慢就把这个血 就渗出来了 以后大家看到 这个血管周围 只要有黑斑 有阴影的黑斑 这就是什么 这个人的血管 就是一个处在一种 这个生存状态 就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人的血管 肯定不是很干净的 血压度相当高了 红细胞聚集比较厉害 都容易造成这种现象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血管 比较黑 比较深 比较粗 主要是什么 就是红细胞 红细胞聚集 聚集比较多 其实你的血管应该很淡 或者很轻微的 那个人的血管突然结根很粗 很明显 如果每根都是这样的话 大家有个注意 你跟他讲 你红细胞聚集比较厉害 血不是很干净 比如在饮食上面要控制 多吃点清淡的 多注意饮食 注意锻炼 这就是这个同细胞聚集比较多 就像这个血液上有没有这种东西 虚幻周围的观察 我们主要是讲这个三种观察 静面像鲁头 就是看每一系统 疲劳汗腺 水源是这样的 渗水的 就是看它是血质的怎么样 就是长度比较多的 参照呢 主要是几种参照 5到15厘米 为正常 这是为正常的 就是长度啊 5到15厘米为左右 甚至可以长一样 不到15厘米 有时候我们上面看什么呢 就是第一排血管看了以后 血管很长很细 都是这么长 几乎都看到这个屏幕底下的 这种血管很长的人 多数为什么 就是血压不容 血压不是很稳定的 这个我们讲的是相对的 讲的是这个 大家的共性 不是说这个 有的人看每一个 这种血管 已经是血压不稳定 他已经是血压很好 讲的是大多数人群 就通过这么多连带 现在也给我们观察一会儿 这种血管就血压不稳定 这是一种 第二种 我们讲一下 现在不是很多 有这三高症吗 糖尿病症状 糖尿病症状的人 我们是讲症状 糖尿病不能说确诊 糖尿病症状是什么呢 血管比较粗 血压度比较高 管壁很粗 管壁很粗 而且管壁 带以像宠养性之一样 其实你调整东西的仪器 调不清楚 就像电视机 这种科技是一样的 有虫一样 边上有虚变一样 就是管壁很毛躁 不是很刮滑了 血管里面应该是很刮滑的 对吧 你的时候人家把这个动物 好多血管解剖出来看 他说管壁里面有很多东西 刮了很多东西 脏东西 就是什么 好多说明这血管很毛躁 周边瓣有肾血 隐隐约约的黑瓣 这种肾血 我们说想的这些是什么 就是有血糖膏啊 等等糖尿病史的一种症状 你发现的情况 不是说我想画得这么好啊 这种形状这么好 也可能是扭曲的 只要看到这个很粗的这种现象 管壁很毛躁 像一虫影 边上半有云前的肾血 隐隐约约的这种 这时候你就可以信得有的数了 画表讲识 就是多数有血糖比较高 或者残疗病史的人 有这种血管 这是一种 我们再讲一种这个血管 就是 叫 辟劳 比较辟劳那种血管 这个血管很短小 扎乱无章 全部是柳区 不长 很短小 最多只有 十毫米左右 排列没有序 很短小 这种血管呢 就是什么 近期这个人很疲劳 相当疲劳 这种人这个时候就是 没有力 没有精神 耗睡 就是 甚至一点怕冷等等 要是冬天的话就怕冷 都是这种症状 我们所讲的就是 亚间康的体型 就是这种症状 就是这种症状 这种症状 这种症状 这种症状就由于什么 就是 批刀型的 啊 这就是批刀型的那种血管 很短小 这种血管很常见 我们所讲的现在基督 都是比较常见的东西 所以批刀型 这种症状有什么病 没有什么病 啊 这种病呢 还有什么呢 就是人家看了这种血管 有个人问他 平常是不是喜欢狠 喜欢饮酒 我们也俗称啊 其实按照苏州面讲 这种激动血管 也叫乙醇型血管 就是大量注入了这个乙醇 就是喝酒长期饮酒 也可能造成激动血管 这种血管啊 其实因素很多 有疲劳啊 有饮酒啊 有饮酒啊等等 都是这种很短小 很杂量无伤 到处留虚 很短小的血管 以后你们再做这个 灌烫的时候再出去看一下 啊 现在我想的是三种了 对吧 那里虚更状的东西啊 所以 留半个少半个这种血管 大家注意一点啊 这种血管呢 也注意一点就是什么 体虚 啊 经常最后呢要 气啊气暖 啊 弄点是弄起来 要调理调理 自古自古等等 啊 就是这种血管 看起来血管很淡很淡的 啊 整起来因为有什么力气 这个牛肅啊 很烂的人 真是想的 就是叫体虚那种状况 啊 呃 微信环呢 初步呢 看了只不过呢 就这么几种 啊 这血管啊 血管是很多是讲不完的 大体呢 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几种 呃 三代观察 首先这要掌握 第二个呢 就是看他的这个这个 周边的观察 就是这个疲劳汉线啊 跟这个金牌乳风啊 还有这个 底下这个慎学 你看来看去这个客户啊 只不过都从几个方面给他看 具体再看细点 就像我前面分的一样的 啊 这个形状 有很多形状了 这就慢慢你们自己通过 长老时间的领会以后 比如说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人 他关节不好 下肢关节不好 哎 关节的人就是什么 也是跟唐老兵差不多 也是什么 这个 血管比较粗 啊 旋路比较高 这个 但是他没有这个 他那么短 很长 也是很长的 比如说像这个 关节不好的人啊 他血管在屏幕里头 他就跟他相对要长一点 而且很粗 也是管壁很毛躁 像虫女一样的 但他肾血很少 没有什么肾血 这就是什么 就是 关节不好的人 你说关节不好的人 你说关节也一样 我们也不好讲 也不能定论啊 也不能痛风啊 也不能造成原因 很多原因造成这种血管的人 就是关节 但你说这个 你在这个 怎么是这里面 关节啊 什么地方呢 这个时候下面我们就要讲什么 区域的划分了 啊 就像终于的全区内一样的 指单分为十个部分 分为十个区域啊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一个人的手指 通常一个人的手指啊 大家看 大概在十毫米左右 甚至要是来农着手 体格大一点 手指可能还粗一点 但基本上都是大概在十毫米左右 我们所看的这个 一个格子 也就是一个 视频的一个区域 就是视频显示器 屏幕上面一个区域 为一个方格 一个手指从左到右看过来 大概在十个区域左右 也就是说 在一个区域里头 我们看 有七个微标准的 虚管的时刻 对吧 通过十个方面 看过来以后 也是七十到八十分左右 就是刚刚我前面讲的 就是人体的从左到右 七十到八十分左右 这个 第一个区域 我们一般定为什么呢 定为头部 头部 在这个图表里面 看出来是什么区域呢 是什么图形呢 比如说这个监视器 调了以后 是这个圆弧 虚管在这里 这是指甲缝 在这个区域里面看 这是指甲缝 是这个区域 顺度慢慢放大 就是圆弧了 我们看第一个部分 这边第一个部分 我们再定为进去扯部 第二个部分 就近块部分了 我们定为颈尖部分 颈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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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就是呼吸道 呼吸道图形上面看呢 就是慢慢的又缓了一点 角度越来越缓了 这个部分 指甲方法慢慢 我们定位就是第三个就是呼吸道 呼吸道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比如说 像从事这个粉填工作的人 清洁工啊 什么铸造工啊 锻造工啊 等等很多东西 跟粉填打造的人 几乎这个微情环 喷得不好以后 可以跟他问一下 是吧 从事什么工作 因为看到这个近块区域的这个血管 不是很好 第四跟第五 这两个画面 我们定为心脏部分 心脏部分呢 看我来说第四第五同学 就是开始找到就缓了 就很平了 就指甲的中间这部分 到了中部了 平缓了 这就第四第五了 就是心脏 开始就往上走 慢慢的 这个缓了 小缓了 就这个区域了 这个指甲缓了 开始往上面走 这上面就是水管 还是往上走 第七个 我会为肝胆脾 肝胆脾这个部分 你说这里是肝还是胆 还是脖 这个我们不大清楚 反正就是这块部分 你必须要不好 对吧 都问一下 也就是这块里面 有什么平常不舒服的地方 对吧 胆脖盐啊 什么什么等等 很多东西啊 感性的啊 很多东西 还是肝 硬化啊 等等 因为不好的方向了 感到这个块 给他多交流问一下 从这个画面就看出 第七个就是肝胆脾 第八 我们讲的就是肾 肝胆脾下来以后啊 肾胆脾 就腰 到了这个画面以后啊 你可能这个图像 你看不清楚啊 一般人前面都很清楚 血管 哎呀 看到这个第八这个部分 什么啊 血管很淡 很模糊啊 所以这时候呢 按照注意讲 就是讲省虚了 很多东西啊 所以你以后主意看啊 如果要前面的 很清楚 到了这个地方看 这个整个图的血管 突然发生了像白的 有白花花的东西 这就是什么 说明什么 这个人 就是身体不是很好 要记得 在微信环 这个画面上面看的时候 如果图像 总是看不清楚的时候 首先观察他的皮肤 是不是脚皮 首先很厚 如果皮肤很白 也很细利 如果再出现这种 很花白的图像 就说明这个人的体积 就不是很好 体质就不是很好 如果要是这个手指 皮肤很粗 脚皮很厚 看不到 可以将来用热水泡一泡 然后再出来再看一下 如果那个人看凌薯来 那就说明他皮肤问题 如果有的人看死了 以后都是很白很花的 这就是什么 色上面 中医讲的色虚 气固就很好 我们看这些第八个部分 第九个呢 你从这个复刻病假上面 都能反映出来 这个相当看得很准的 上次我一直到浙江去看一个客户 他叫我给他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心脏 给他看了影 一个是颈尖 他说颈尖是有磨病 心脏 他说心脏他没有磨病 第三个就是什么 在密尿上去 看了一个陆脚装的大花 我说里有妇科 好像不大 具体什么病 我不知道 反正在这块区域 你都没什么不好 他说这子宫肌瘤 刚才看到我这两个人看出来了 他说这个心脏不好 我也没在意 那我说可能看得不是很准吧 第二年 我再到一个地方去开会 他那天跟我讲 哎呀 我现在心脏有毛病了 什么什么东西 哎呀 你这东西 好像从微信环社内 看出来的东西出来 他们就认可这个微信环了 怎么了 就是我们讲的微信环社内 是这种前期的一种症状的东西 不是说马上就能把这东西看得确诊 就是一种什么预见性的东西 体现量 就是感觉到的东西 不然都发展在发展 提示它这种东西 这看了一个 他最后过来一遍跟我讲 他现在心脏就产生于毛病了 就不舒服了 很多东西 说明这个微信环看的时候 刚才这种理论上面讲的 应该以它的道理 所以说我们讲的就是 第九就是密道系统 这个部分很好看的 血管变形啊 变异啊 数量少啊等等 这上面都有点毛病 第十个呢 我们讲的就是下肢关节了 再也就是管性变异比较多 等等 这就是什么 属于下肢关节 你说肢体是什么 下肢什么关节炎啊 还是什么什么 我们这也不好讲 反正就是 我们所以通过这个微信环 所看到的东西 只能是提醒它 某个部位这个地方 有不好的方向在发展 不是很好 不是说什么病 什么病 我们这地方讲的就是 基统嘛 就是按照这个全虚论啊 就是这个部位 因为你在这个美国区里头 你不能说看到什么东西 你不好指 对吧 如果你在这个第四第五方面 看的时候 看到这个血管 里头有很多像素质一样的经脉虫 这时候理性的就有素 对吧 因为上次我在它看的时候 心脏上面它就有什么呢 就像素根一样的 就是经脉虫 就上面是心脏啊 就上面是血管 底下是什么呢 底下像素根一样的东西 连接起来 像网上的东西 像素根一样的 第四第五画面都有 有的人整个画面是都有 都有的话 你就自己可以肯定的 啊 这个人心脏肯定是有毛病 从 第一个部位开始 就感觉有这种素根的感觉 那就是什么 叫静脉虫 这东西比较厉害的啊 而且很有益看 静脉虫 就是丛林的虫 就是静脉虫 如果每个画面上面 都有几种东西 那它心脏上面肯定不舒服 你问它 你心脏也没有 你可以直接问它 如果在第四第五呢 它还属于轻微的 那就是什么 这个心脏方面 你如果在第六上面 看到一个东西 那肯定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想想的是 第四第五画面 如果有了这种网上的 当时你们操作的时候 能看到那种图形的 那就是把心脏也不好 我的心慌啊 心理不齐啊 等等 都是原因 都随属于这种范围的 就是 像一种静脉虫